三个书生的落实的时候 修心的时候我们怎么修心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 如果我们证悟了的话 是一个已经证悟的人的话 比如说我们先发菩提心 这个都做完了 然后我想念佛 念阿弥陀佛 或者是念其他的这个 本尊的这个周都可以 举个例子都可以 然后我忍这个心静 静下来 就进入了这个空性的状态当中 我眼睛看得见 我耳朵也听得见 然后我也可以发出声音 可以念咒 可以念咒 但是我没有执着 我心已经是非常非常 就像虚空一样 就像虚空 没有雾霾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形容这个状态的 这个南天 我们看不到 就像草原上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稿原上的 这个南天一样 就是 就 看上去就是 没有雾霾 没有乌云 非常非常干净的一个 非常透明的 干净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心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 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 我可以念咒 咒还是可以一样的念咒 或者是 这个时候 我的心的它本质 是这样子的 它没有如如不动的 但是呢 它的另外的一面 可以先献出 慈悲心 菩提心 这样子以后呢 这叫做 生意菩提心 和世俗菩提心的结合 双云 既是真无空心了 然后同样也是 心的本心真无空心 但是它的另外一种 咸相呢 它可以编成了 慈悲心 它可以编成了慈悲心 这叫做 直北双云 直北双云 但是这个我们 只有真无空心的人 他才有 这样子的这个感受 我们一般觉得 空心 真无了 怎么可能有菩提心 那这个 这两个不是要矛盾吗 这个不矛盾 我们刚才这个理论上 已经说清楚了 现在不能说这样子的话 不矛盾了 但是这个 不矛盾 但是这个真的 我们要去感受呢 那就真无空心以后 才能够感受 什么时候可以真无呢 先不急 先去修出力心 修外加心 把外加心修完 然后有了出力心 看自己有没有出力心 有 确定 然后就修内加心 皈依 发心 金刚撒朵 这个曼查罗 还有这个最后的上师遇见 五个加心 一个一个一个的修 然后呢 在这个当中 比如说 我们通过修金刚撒朵 建 清净自己的罪业 但是这个我们只能经历 经历的去做 我们没有办法 到底我清净了没有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然后呢 通过这个曼查罗的这个修法呀 增长我们自己的福报 这个我们也只能经历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我的这个福报 到底有多增长了多少啊 这个我们看不见 只能经历 但是有一个我们看得见的 是我自己的菩提心 菩提心达到了这个 标准了没有 有那就好了 这都做完了 都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简单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 开始这个修极止 修餐订 修餐订 修一段时间 修个一年两年 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 我们去修中观 中观就是通过逻辑 推翻我们的这些执着 我们的这些偏见 这个方法叫做中观 先去修 学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修中观 也就修个一年两年 那么这些都完了以后呢 最后我们已经是 离这个空心的境界 已经是很近很近了 也就是说我们 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外前行 内前行 餐订 中观 这所有的方法 让我们就往前退 最后就是推到了 这个政务的边缘 政务的边缘 也就是禅宗讲的 这个民心建性的边缘上 像六祖辉弄大使这样子的人 他本身就在这个边缘上 所以稍稍一支点 然后立即就恍然大悟了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边缘呢 很远呢 但是我们也就通过这种方法 诸武节的靠近 然后呢 到了这个边缘的时候 然后再去听大远门 密宗的大远门 稍稍给我们治一下 知之人心 立即就征悟了 或者是我们如果照到 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禅宗的禅室的话 那这个时候禅室 给我们稍稍指点一下 也可以像六祖辉弄大使一样 也可以恍然大悟 这个是有过程的 这个是我们都能够做 每个人都有这个希望 都有这个希望 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成佛 不好说 理论上就是讲密法 密法就是即生成佛的 如果真的像米拉尔巴这样子的 勇工的人呢 他可以 这一辈子 他完全是可以成佛的 这一点 我们一点都不欢迎 但是呢 因为我们自己的滥夺 我们大家都很偷懒的 所以 像达到密拉尔巴这样子的 这个 这种勇工很难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成佛的这个 时间速度 也一定会打折的 所以即生能不能成佛 这个 这个不好说 但是即生能不能开悟 正悟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自己能够努力 即生正悟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第一个一定要找到 真正的这个善知识 喪失 正表准的这个密宗里面 这样的 这些 这些条件都具备的 这样子的喪失 然后 然后 逮 最后我自己也不仅是上师 逮我们 如果上师逮了 讲了 我自己不用工 还是没有用的 还是没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 一棵树倒下去了 他给我提供了 这个压力波 什么都给我提供了 但是我自己的耳 坏了 就听不见声音呢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自己不用工的话 也是没有用的 在用工的情况下 一定是能做得到 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 这个生命的意义啊 不要以为 大方子 高级交持 还有这个 名牌的衣服 名表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 不是 这个不是生命的意义 如果喜欢呢 如果喜欢也不需要 不需要花太多太多的 这个精力的话 那你们如果想追求也可以的 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用啊 也可以用 这个并不矛盾的 但是这些都不是 这个我们只能暂时这样子 然后就就没有办法啊 这个没有 我们走的时候呢 都是啊 因为我们没有走之前 他自己也过时的 但是如果我们走的时候 他还没有过时的话 那也没有 我人过时了 有什么用呢 他物质没有过时 是没有用的 所以 这都不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就是 菩提心和真物的智慧 这是最好是这个 我们欣赏的时候 比如说磕头的时候呢 我暗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去磕头 念周的时候呢 我心如如不动 暗住在这个状态当中 去念经啊 然后呢 发菩提心的时候 同样也是可以的啊 同样也可以 身体跟这个语言 本来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思想 今生就像某一个东西 然后身体同时可以操作 其他事情 这本来就是可以的啊 在这个修心是更加的可以 然后 以格心啊 就是以科心 既是真物空心 又是修菩提心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啊 这个可以的啊 这是我们自己真物了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可以 这个不矛盾的 嗯 然后呢 心如如不动 就是暗住在这个空心的状态当中 同时可以修菩提心啊 这个就是非常搞的境界了 这叫做真正的 我们散书圣当中的 第二 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想这个 我们少数的人以外 多数人呢 因为刚刚学佛的时候 是可能比较难啊 但是每一个人 必须要有自信啊 不要自卑自信 我们一定要相信 如果我能够用 如果我自己能够用功的话 我一定是可以的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比较简单的啊 比较简单的是什么呢 简单的呢 我们还没有真悟空性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这个 要要知道这个是 如还如蒙啊 我们也要学 三论提空 三论提空 或者是三论清经 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书语 三论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就拿钱 去这个救宅 救宅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所救的这个灾民 难民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所拿去的物质是第二 然后呢 我自己去救宅这 我是第三 第三个叫做三论 这叫做三论 做任何事情 包括我们写个字 也是一样 缩写的字 然后我这个受这样子 写字的运动 然后我自己写字的人 这三个叫做三论 提空是什么呢 提空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 完全是一种环绝 实际上都不存在的这种 叫做提空 但是我们没有证物之前 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些理论 以及还有更深入的这个中观里面 这样的这些理论 当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静下来去思考一下 刚才我做的这一切 在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 我是救灾了 这是真实的情况 我是念经了 我是做三论了 这是实在在 这是因果不虚 但是呢 它实际上这都是一种幻觉 我不能去执着 怎么是幻觉呢 它通过理论去分析 然后最后就知道 这个是空心 这个是幻觉 至少它是一种幻觉 这样子以后呢 把这些东西呢 没有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 这样子也可以的 这是一个相对而言 也是一种 也属于是一种空心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第三是最差的情况下 最糟糕的情况下 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没有证物空心 第二个呢 也不懂这些逻辑 那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个选择 还有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呢 跟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那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我念周的时候 我念佛的话 那我专心的去念 专心的去念 我就一心一意的 祈祷阿弥陀佛 在我从发自内心的向阿弥陀佛 祈祷 祈祈祈阿弥陀佛 我临终的时候来接引到西方极乐时节 这样子 或者是我们念任何一个本尊祥 莲花生大事呀 或者其他的都一样 念诵的过程当中要专心 不要这个揍神 刨神 比如说有些时候呢 我们身体大佐 嘴巴抠头上在念咒 但是呢 心里就根本就没有去想这些事情 就已经很早就是离开这个念佛 心在想这个工作上的事情 还有就是这个家庭的事情 等等心不在这个没有在念佛的上面 这种这个心神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他做出来的是真的不是很好的 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有三个花甲 三个花甲 其实真正的花甲是一个人 他是花甲 他有两个土地 然后三个人画 三个人画一个壁画 然后呢 那个老师 那个画家呢 他就是有点贪玩 然后呢 他简单的画了一下 然后呢 交给他两个土地去画 然后他自己去玩 然后回来一看呢 一两个小时过去了 他回来一看呢 这两个土地就是画的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人当中 虽然这三个都叫做这个画家 但是真正的这个能够画画的呢 就只有一个人 其他两个人就刚刚开始学习的 这个土地 他画的根本就不是画 乱七八糟的 同样的 我们三个土地 这个三个人是什么呢 圣 口 仪 圣 口 仪 两个土地是身体和口 两个土地 他本来就不怎么样 他们两个 然后呢 真正的画家是我们的心 心善的时候 真正的创 创造制 是我们的心 但是呢 他不去做这个事情 他已经去玩 去像这个像那个 他让我的嘴巴去念咒 他让我的身体去磕头 但是呢 他自己已经走了 早就走了 然后他等一下十分钟 二十分钟 回来一看 这乱七八糟的呀 根本就没有什么修行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 就虽然没有证悟 虽然没有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空心 都没有 但是没关系 专心 专心的去做 很认真的去念佛 这也是我们 三个书生当中的第二个书生 也是属于第二个书生 如果这个都没有了 那就是我们的三个书生当中 第二个书生 就完全就没有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种心神 是不具备三个书生的 所以没有太大的功德 就这样子 好 这个大家记住就好了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 我再重复一下 再归纳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 无愿 这叫做正行无愿 无愿就是不执着空心的意思 无愿 无愿 大北 无愿 愿是什么呢 愿是我们对某一个事物的这种执着 那就是没有这种执着 正无空心叫做无愿 那这个无愿呢 我们真心叫做无愿书生 这个分三个 一个就是真正的正无空心 空心的境界当中 心神 这个是最高等等 中等的呢 当他念周的时候 秀菩提心的时候 他没有真悟到空心 但是呢 秀完了以后呢 然后通过逻辑去 分析我刚才 这个做的一切 实际上是徐环的 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呢 第三呢 跟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关系的啊 只是我自己念佛的时候 很专注的去念 很认真的去念 比如说我们念 六支大明走 念 欧玛的大明红色的话 那就是 诚心诗意的祈祷 这个 观世音菩萨 然后念 如果我们念 欧玛的撒多红 念这个 金刚撒多的话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边念 边秀这个四个堆之力 认认真真的 秀四个堆之力 不要走神 不要跑神 这样子 也就是 可以算 算是一中 这个 他虽然不是无缘 但是呢 他没有太多太多的杂念 所以他也 无缘 再下去了以后呢 那就没有了 这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我们的三个书生当中的 第二个书生 无缘书生 就有这么三个等次 昨天我们的法新书生呢 也有这样子三个层次呀 这也有三个层次 我们尽量的 尽量的争取做到最好的 如果最好的做不到 那就是要争取做到中等的 那下等的就不能不做了 这个都不做了 那就我们所做的这些 三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这样子 有没有太大意义的 那是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